我是新山日蜂人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流密期的管理 蜂群流密期的管理 在我们这里 蜜蜂进入流密期的时候 蜂群都发展的比较强大了 基本上五片六片 有一部分达到了七片八片 这个时候蜜蜂很容易引起蜂蜂的 最好是放在树荫下 树荫下的蜜蜂比较凉快 如果太阳暴晒 蜂箱里的蜜蜂又多 就很容易出现蜂蜂 如果蜂箱不是树荫下的 最好就要用一些东西 把蜂箱支蜂一下 这样就可以避免太阳的暴晒 降低蜂箱的温度 也可以用蜂箱大一点的 大一点的蜂箱散热比较好 蜂箱太小的 也是好容易引起蜂蜂的 流密期的蜜蜂 白天晚上都在样蜜的 好像这些蜜蜂是太热了 蜂箱也是小了一点 潮门口的蜜蜂 在散风 降低潮箱的温度 也是在样蜜 流密期的蜜蜂 要开这个通风口 我现在是一个蜂箱上面 两个通风口都开了 通风口这边最好用一个纸皮 把它挡一下 因为中伐蜜蜂比较怕光 现在把这些蜜蜂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看看一个生期 第一次收蜜以后 蜂箱里面的蜂蜜成熟的怎么样 大家看一下 第一次收蜂蜜以后 一个生期的蜂蜜 这种蜂蜜马上就成熟了 也是 这是最边上一皮 这一次蜂蜜就比第一次多很多了 这些蜂蜜都做了好多醉皮 这个蜂蜜基本上就封盖了 过两天就可以收了 现在这一片蜂 就可以收两斤蜂蜜了 因为蜜皮都加高了 那个厚度也来了 也做了好多醉皮 至于小蜜蜂刚刚也看了 蜂蜜是很多 也加高了 那个草皮也加高了 蜂蜜看上去 比第一次要好 流密漆的管理 主要就是 一个要蜂蜜 不要暴晒 流密漆 因为蜂蜜发展的比较强大 所以蜂蜜最好是放在树荫下 或者用一个折板 把蜂蜜遮一下 不要让太阳暴晒 还有一个蜂蜜 有通风口的 要把通风口打开 蜂蜜通风了 蜂蜜成熟也比较快 蜂蜜里面的温度也不会太高 也不会容易引起风风 还有就是蜂蜜成熟了 要及时的收集蜂蜜 也不要老是放在那里不烧 这样是可惜了 羊蜜蜂 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收蜂蜜 所以蜂蜜成熟了 就要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分享 好